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质量或体积空气流量传感器A、B关联是什么意思? 这种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配备有多个进气口或多个节气门体的配备OBDR的车辆。 车辆的品牌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雷克萨斯、标志、雪铁龙、大众、丰田、奥迪、稻奇、拉姆、梅赛德斯奔驰、GMC、雪佛兰等。 当您遇到存储的代码P010F时,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检测到质量风量MAF或体积风量VAF系统出现故障。 代码P010F的使用仅限于配备有多个节气门体或需要多个MAF、VAF传感器的进气源的车辆。 P010F涉及单独的MAF、VAF传感器之间的比较。 内燃机运行时会产生强真空。 该真空抽吸所需的空气已完成燃烧过程。 当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时,此空气由加速时的节气门板由驾驶员控制和怠速空气控制IAC罚调节。 在批量生产的汽车中,优化燃油效率和减少有害废气排放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实现正确的燃油空燃比。 您可能已经猜到,使用MAF或VAF传感器测量进入进气的空气。 使用从MAF、VAF传感器获取的数据通过PCM计算燃油输送和点火证实策略。 通过这些设备的空气称为剂量空气。 不自愿引入发动机的空气会导致过度稀薄、空气过多或燃料不足。 状况,被称为为剂量空气。 这是MAF传感器的势力。 这是两种空气剂量装置的简要说明MAF传感器最常用于家用车辆。 它着重于悬载传感器孔中的热敏电阻,以便空气可以直接流过传感器。 热线型MAF传感器使用直接施加到单个电阻器的电压来监控进气。 随着空气流量的增加,电阻器的温度下降,电阻值下降。 电阻水平的这些变化导致PCM接收的电路电压发生变化,而该PCM电压室被引入到发动机进气口已经却分配到各个燃烧式的剂量空气的程度。 MAF冷线传感器使用类似的进气系统,但使用一对热敏电阻。 一个位于传感器外壳的凹陷区域,仅测量环境空气温度。 第二个位于孔的中心附近,流入的空气可以以不同的程度流过孔的中心。 PCM比较这些电阻器中每个电阻的热电压值,以确定将多少剂量空气吸入进气口。 VAF设计有门或封门,可根据吸入的空气量打开门或封门。 它主要用于进口车辆。 随着进气的减少,弹簧加载的封门关闭。 门、挡水板的动作制动一个电位计,该电位计将数据信号传输到PCM。 PCM识别电位计电压的变化,因为被计量的空气被吸入发动机的程度,并据此计算出发动机的驾驶性能策略。 当多个MAF、VAF传感器相互结合使用时,PCM将比较这两者之间的数据,以确保得出相似的结论。 如果气流或传感器电压的变化幅度超过预编程的数量,则将存储代码P010F,并且故障指示灯可能会点亮。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代码P010F伴随着重大驾驶性能和燃油效率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应以一定的紧急度解决。 P010F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性能下降燃油效率下降加速时发动机熄火或犹豫吸薄或浓厚的排气代码无启动条件造成此DTC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 MAF、VAF传感器故障打开或短路MAF、VAF系统中的回路发动机真空泄漏,为计量的空气进气管裂开,破裂或损坏诊断和维修程序诊断扫描仪, 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将需要诊断代码P010F。 首先要仔细检查MAF、VAF接线和连接器。 专注于传感器连接器。 我发现这方面的失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连接器容易被腐蚀并导致电路段路或不稳定。 如果发现腐蚀,请遵循制造商的规定以去除腐蚀。 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并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和冻结真数据。 记录此信息,因为如果这是断序的代码,则将很有帮助。 现在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如果可能,已查看代码是否已重置。 通常,MAF传感器中的加热元件会被灰尘和其他碎屑污染,从而导致错误的数据信号,从而可能导致存储的代码P010F。 在很多情况下,遵循制造商关于清洁传感器元件的建议可以纠正这种情况。 这仅适用于配备MAF传感器,非VAF的车辆。 如果立即重置代码,请使用低网和车辆信息源来测试传感器,传感器本身和传感器电路的电压和接地信号。 遵循车辆代码流程图,直到找到解决方案。 其他诊断说明确保空气滤清器元件清洁并固定在各自的翘体中。 在尝试诊断代码P010F之前,修理所有为剂量的发动机真空泄露。 检查技术服务公告TSB,以获取诊断帮助。